古域的沁色无外乎就是这么几种颜色 黑色褐色褐色褐色还有浅黄色等等 当然还有极个别的一些铜绿色 这是常见的颜色 那么它主要是分一个是矿物气 也就是土壤中铁离子 其他的一些猛离子 还有土壤中含着一些可溶性离子 水溶液造成的一些沁色 还有一些是你比如说棺木 遗物碳化了以后 冬有水里沁到浴气里形成一些黑沁色 当然还有死制品或者是麻制品 上面天然的矿物燃料或者是植物燃料 这是属于后天产生的一些沁色 除了这个矿物的 还有后天腐烂的一些东西形成的一些沁色 这个都是沁色形成的一些种类 下期讲原生沁和次生沁 下期讲原生沁和次生沁 下期就在身柜 还发微上杀就像吧